香港的区行长官林郑月娥 1月26日在记者会上 公布强制病毒检测三个层次 以及满足强制的条件 这波疫情以来 我知道都已经有超过100座大厦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分布全港 但是它满足了这个条件 有两个不相连的个案 整座大厦要进行强制检测 林郑月娥表示 第二层次的指定区域 除索敦和深水部外 还物色另外数个指定区域 稍后公布 第二个层次 就是指定区域的强制检测 指定区域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在这个指定区域里面 只要有一个个案 在一座楼里面有一个个案 这一座楼就要进行强制检测 同时间也都在这个指定区域里面 如果那个样本污水的检测 是呈阳性 只要一个样本是呈阳性 也都需要就着 这个样本涵盖的大厦 进行强制检测 到目前为止 指定区域是两个 一个是佐敦的指定区域 一个是深水部的指定区域 但我们已经密释了 另外有几个的指定区域 稍后要公布 林郑月娥还强调 若疫情更加严重 将会采用最高层次的强制病毒检测 限制区域的居民 除了配合新冠病毒检测外 还需禁足 第三个就更加研究了 就是好像在佐敦这150多座楼 做的受限的区域 就是说除了检测之外 人员的流动是受到限制的 这里就不需要再看 这些楼里面有没有确诊过案了 整个区域里面的所有楼 所有的厨所里面的人士 都要在一段时间内 禁止了它离开这个区域 而进行病毒的检测